本节目由缝好食饮太气的百事可乐太气系列冠名播出 全机配汉堡华莱士吃好 本节目由国风寻味官华莱士特约赞助播出 奇妙之旅要开始了 殊胜故里顺着这些文艺巨匠的脚步 衣食住行一条龙全部感受到 广袖宽袍 老师选出最佳穿搭以及最差穿搭 王羲之套餐 王羲之的哑口一定非常好 弹琪大力出奇迹 oh no 你每次都打一个 潮红对有绿 明月对缠框 相声没少听 哈哈哈哈 对缠指导在哪 vaccines 曼杨 看月亭 一趟奇幻旅程即将开启 肯定会有哪些老朋友来呢 陈铭兄好 好久不见 上次一别 良辰好紧虚设 已经有四年的时光 但没想到 会是在这样一个幽静的场所 我们重逢 这次据说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要去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打开 要等我们的团员们到齐了之后 才能来看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向何方 但这地方确实美 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有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了 陈铭兄 恩太兄 大家打扮都是非常的典雅 怎么样 怎么是 你怎么衣服只做了一半 这边短了 Fashion Fashion 不理解了 确实 你这个 我这也还行吧 你这个就是凉快 确实凉快 主打一个凉快 刚刚我过来路上听到你们已经在讨论一些关于大自然 环境 大自然 5000年我们已经聊了3000多年了 那不是夸张的 嫌我出场慢了没 是那意思吗 不是 我从那一路走了3000年是吧 从猴到人 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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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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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心 子毅兄 敌弟哥 敌弟哥 敌兄就敌兄 敌弟哥 马上要录整个我们这一季节目有没有什么小期待 我们这次要去根据传世名作 一起去赋约我们最后的名场面 子毅这个功课做的太牢了 你真的 我真的 等我一下我到那个入口处再背一下 反正我只知道这次我们就基本上根据古人的一些游玩项目呀 进行一个仿古之旅 没毛病 其实 我应该算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 然后刚到这个城市我会觉得有一种 山水 雾 这三个交融在一起那种感觉 我其实昨天在路上的时候 我还写了一些东西 真的 要这么卷吗 这个节目卷成这样已经在创作了 你还让我们活吗 哎看看 瞬间一下 给我们看看 街道 哈哈哈 街道很清净 下了大雨 然后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淡蓝色的味道 此刻没有太多压力 只是注意着每一个路过的风景 哇 就是看着窗外 诗人啊 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一下子静下来了 哦 用心了 我们这一季呢 其实是以整个诗词歌赋琴奇书画 在漫长中国历史上这些最璀璨最灰弘 最有历史地位的明天为现策 嗯 然后顺着这些诗人词人 这些文艺巨匠的脚步 衣食住行 一条龙全部感受到 嗯 看看我们手中的简体 哇 续章 续章 诸位万卷小友 此行将跟随王羲之的蓝亭集续来到浙江 绍兴 银风踊跃游历明世趣丸之乐 疑似解锁蓝亭雅集的奇妙之旅一场 名垂青史的流动盛宴正等待我们重新开启 哇 奇妙之旅要开始了啊 特别好奇王羲之创作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因为之前对他了解就是一个书法的大师 嗯 通过节目也能够了解到更多他的故事 然后也能够从中学习到汲取到一些灵感 看人家这个功课做的太牢了 各位也都提到了这边有这个隔着窗户的淡蓝色的水雾 有水的地方呢蚊子可能有些多 我给各位准备了驱蚊香囊 恩太兄 我们有个古话叫佩服 怎么讲佩服 我们用香囊或药用价值的东西把它放在身上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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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杨迪这么一挂 我这么一挂 再一遮 仿佛没说我任何东西 佩服 我呢就是带了把扇子 给大家删删小风 体贴 说到礼物我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不仅是可以中卫使用 有可能我自己使用的更多 一串补脑之核桃 每次到一些没有办法我设立的领域 我就赶紧给自己补补脑 感觉像是一个手串 也可以当手串 对 你是 你还带了 你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带了一个相机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方式 记录这次的旅行 哦 那干脆就此时此刻我们就合影一张 来来来 3 2 1 看一下 你看 哇 还是这种好看好看 好看 这种艺术感绝了 黑白色系 怎么说呢 适合墨嘛 有水墨的感觉 水墨的感觉 跟书法有关嘛 水墨的感觉 老师 我们再保一张彩色的如何 那来吧 来来来 好老师们 我再确认一下是彩色 好 是的 3 2 1 既然已经是一个万卷旅行团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是游选 游选 游选 大家 我们选个学长 我推选陈铭老师当学长 我也是认可的 学长 可以 那我就也不推辞了 当然不让了 就给大家搞好服务工作 谢谢陈铭学长 我们这从第一期开始 我们每一期也都会有一位 插班的同学来 哦 哦 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嗨 老师好 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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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周 欢迎一周 来来来来 又见面了 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 哈喽 一周到我们万卷游学团来 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能够第一期 就跟大家一起来 体验这个内容 太棒了 你是我们万卷风雅集的 第一个飞行嘉宾 我今天所以就带来了一个 关键的线索 雅集简帖 我们看一看 哇 第一个字我就不认识 这也就是我们要去向哪里了 来 杨迪接下来告诉我们 我们第一站 接下来 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 人山书院 哈哈哈 人山书院 你 你如果说不知道是读极还是读记 我也好想一点 哦 你连生母跟韵母都忽悠过去了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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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是 是 对不对 方天画己跟他长 那个己跟他长得有点像 吉山书院 哎 可恶 又被他装到了 哈哈 可恶 你到底做了多少功课 紫叶 滴掉 哈哈哈哈 好 把他的剪掉 吉山书院 吉山书院 吉山也是之前王羲之 在我们会计山音居住的地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要贯穿始终 是 简体 我们这次的旅行呢 不仅仅是简单的体验和复原古代的文化生活 更要从文化当中来汲取意想不到的创意和能量 这就像这一次全程陪伴着我们的百式可乐态气系列 从传统的诗词文化当中汲取灵感 让国风元素和可乐碰撞出融合传统和现代的新意趣 从口味到包装都散发着 国风韵味 让我们在百式太气的陪伴下 开启这一次国风之旅 旅途顺利 冠决封亚集第一站 出发 Let's go 朋友们 离王羲之的故居应该已经不远了 这里好有特点啊 住在这个水边 这个水箱的感觉 你看小桥流水人家啊 人家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各种生活的细节都和这条水有关 他们这个走下真的 那儿真的可以洗东西啊 当然了 换纱呀 他当地的这个美食啊 起居就是跟水稀稀相关 没错 哎呀 看到了 心心念念的 乌鹏船 哎呀我也看到了 华莱士 真饿了 你也是真饿了 师傅 我们的船是到极山书院的 是吗 对 一艘船能坐几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对 两艘船 你知道我震撼了 这是真的 什么 这是真的长期啊 你是真饿了 但是看起来好好吃 是真的 好嘛 那就上了 上吧 来吧 哦这个晃哈 哇 这好像没事 没翻过哈 没翻过 哎 哎 哎 感觉这边不是很深哎 这边有几米啊 两米 两米 迪哥 你的话让我想起 两米 我下去绝对见底 哎呀 你们压得很快 我不行 哈哈哈哈 有些环境啊 它确实能激发失忆啊 我突然想到一词 叫江湖 其实说的就是 就是这种生态 古兽江湖上走标 对不对 所以行走江湖 其实是强调了水路的重要性 对 水路 水路 水即是路啊 嗯 对 不知道那三个年轻人 他们在船上聊的话题 是否和我们一样 师父 住在这个水边上 夏天蚊子会不会比较多 不多 啊不多 他街道在他在迷蚊子的 以前可能蚊子多 早些年间 住在这儿 水边的人好多家里都贫血 贫血 被蚊子吸的 瞬间凉快了哥 苏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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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江 好嘞 谢谢 稳健 太扇了 我这可是王羲之铜款 哇 卖扇子的 说热 这扇子就来了 买把扇子扇封成两半 我这可是王羲之铜款 王羲之铜款扇子啊 王羲之铜款是这款还是那款 王羲之铜款是这款 这是王羲之铜款的魏晋六角竹扇 相传在这个地方 王羲之遇到了一位卖扇的老玉 见其辛苦生了恻隐之心 于是帮他在他的所有扇子上 都提上了字 领得大家争相购买 后来这座桥也被命名为提扇桥 提扇桥 对 就在这儿 这还有雕塑 你看他手上的扇子真的是六角的 六角扇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什么东西被游客摸得最多 笔 就是笔 已经把他的本身的颜色摸变色了 王羲之的笔 谁不想摸一摸 有文采 书胜的笔 这种扇子还是有 又有些区别 这个叫便面 便面 对 古人用它来遮挡面部 是不是女性用得多一点 风雅之士也喜欢 因为大家认为 这是文明礼貌的象征 怎么遮挡 就这样挡一下 你别说杨迪 你这么一挡好帅 帅气很多 看这个 不想跟人打招呼什么的 那边有认识的人 王羲之当年是在这儿提 在善面上提字是吗 恩太兄 我看看 来了 说来就来 这是我们万卷游学团里的小王羲之 哎呀 久仰 那提一个 提一个 我也写一个 大家也写呗 来吧 来吧 我写 我写好了 我待会给你们展示 等大家都写完 哇 大家都写得好用心 哎呀 说好的席字 怎么还有人在画画呢 四股书画不分家 等大家写完以后 逐一展示 对对对 写好了啊 写好了 第一副字啊 朋友们第一副字揭晓时刻 考验大家认字的时候到了 那就是青山绿水 自然环境好有鸟飞 谢谢老师 对不对 您是第一个这么肯定 我的这个 山水鸟 我感觉我读出了你心里的这一句话 其实 一行白路上青天 是这个感觉 哇 画出了诗意 这就是典型的那种过度解读 但是这个 我觉得我的这个记忆能让大家看出来 这是山河水 还有一行白路就行 就到了 来 子意我们看看 子意写了什么 善良 哎呦 我觉得这个很好 不许此行是谁写的 我写的 很有纪念意义 很有纪念意义 因为我们是在王羲之提字的桥旁边 对 原来同一个地点 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是个纪念和致敬 对对对 没错没错 而且这是我们一整趟形成的一个起点 没错 没错 我们希望这一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越近美景千帆 是 不须此行 没错没错 来 因为我常年从事的是戏剧 哇 人戏深入 我 人戏深入戏 戏如人生 数款从有往左念 朋友 从生活当中吸取营养 我们的每一个艺术创作都来自于我们观察生活 这个真的好 我这个题字弄到最后真的非常之干涉 来吧 我这还带演绎的 要这样 一二三 暑气来袭 清凉开灌 抵挡热浪 夏日出逃 不爽气泡 绽放舌尖 月圆相聚 一起烹杯 共和团圆 中式时节 饮泰气 本节目由冯好时饮泰气的百式可乐泰气系列冠名播出 全机配汉堡华莱士吃好 本节目由国风寻味官华莱士特约赞助播出 这还带演绎的 要这样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必须这么走 然后这样走过来 你好 我们每个人拿着自己的作品 合个影留个念嘛 杨迪 你要站在最那边 你指这一边所有人 行 来 你们往这边 我们的善良的老板 我们下一站有没有什么线索在您这儿 各位客官可以拿上我们赠予的扇子 然后往这边走 哦 往这个方向走 人生就是这样 不管去哪儿 Just go 我们一路走 紫毅刚才一路在拍 厉害了 厉害厉害 我回头看你的这个影集 对 可以出一个专门的相册 对 问君何能 心远 地自天 才居东篱下 悠然 见南山 哎 是这里吗 青山书院 哎呦 呀呀呀呀呀 几位公子 几位公子 相可好 哦 可好 想必诸位一定是要明天要参加咱们的蓝亭雅集 正是 那雅集之上呢 还是要学会一点吟诗的技巧 好 诸位请入座 我们一起来研讨一下 好 那我就坐老师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今天啊 就来先小小的学习一下基本的入门技巧 可 我们今天 重点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 就是 对账 诸位请看 桃红富含素语 柳绿更带招烟 请问各位公子 看到这两句之后 能否体会对账的精髓呢 桃红对柳绿 术语对招烟 没错 我们看到 桃和柳都是植物 红和绿都是颜色 同样 术语对招烟 我们看 我们也是 时间和天气也能对得上 哦 对账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 只要符合基本的几个原则 就是第一个 字数要相等 还有词性要相同 最好呢 凭字也能符合 嗯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讲求公对 就是绝对的严格 嗯 也可以讲究稍微宽松一点的宽对 我们可以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明月可以对什么 明月 天对地 雨对风 明月对长空 明月对长空 好 相声没少听 哈哈哈哈 老师 明月和朝阳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举一反三 好 非常好 那对长的基本原则大家已经了解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高级的部分 哎呦 还有更难的 那就是 比你 比你 诸位 请看 鸡鸟练就林 驰鱼思故渊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什么呢 实际上可以通过以人欲物 以物欲人来表达我们最基本的情感 不知诸位公子心目当中可有符合比你这一修辞手法的诗句呢 诶 诶 老师 诶 我想到一个 把你的微笑比作乌梅子将 我完全没有办法否定你的答案 因为这确实是一种比你 这也是比你 其实啊 欲把西湖比西姨子 淡妆浓膜总相宜 这就是先比在你 还有先拟后比 不知戏叶谁才出 暗月春风似剪刀 诶 飞流直下三千尺仪 是银河落九天 是不是 可以 终于说出一个 红豆生南国 后面词物最相思也算了 对 哦 好 那我们现在啊 这个已经了解了两个基本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对账 一个就是我们的比你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要学以致用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将古代的诗歌和今天的歌 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课堂测验 不要告诉我是猜歌吗 哈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揭晓我们的题板 这些被选答案已经在这了 接下来我将随机展示一首诗或词 诸位可以抢答 好 大家要体会这个诗与歌之间的意境 没有问题 请听题 嗯 欲买桂花铜载酒 终不似少年游 请抢答 少年游 陈公子 青春纪念册 掌声在哪里 哎呀哈哈 青春子 要从这里面深挖啊 终不似少年游啊 少年对青春 回不去了 陈公子 先拔头筹 好 预备 答对的人要唱这首歌 预备 什么 走 跟着我 左手右手一个门 这个是青春修炼修册 是这个吗 是修炼修册 青春纪念册是 哪个歌啊 用我的心对你做纪念 对 哎呦 是这个歌 对 好下一题 不知经历摔多少 但决心来揽上楼 揽上楼 突然累了 突然累了 罗公子快 是吗 大家都不举手 突然累了 哎呦 罗公子举手快 我喊的快 突然累了 突然累了 掌声 谢谢 来唱一下 来一聊 突然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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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头发乱了这是 哈哈哈哈 没有一手是准的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 应该很好猜 好猜 好猜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 喂水熊 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 好 恭喜 哎 狂歌 沧海一声笑 他主要是这个诗里面的这种气魄这种情怀是对应的沧海一声笑的主题 对 陈兴礼荒惠 代月贺除归 余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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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 农民 恭喜 好原名 你 年去年来自如雪白发凌络不胜官 官 我感觉是杨公子更官 发如雪 这都白发都来了 发如雪 对 你发如雪 古人也有脱发烦恼 年去年来自如霄 这叫讲脱发是吗 对啊 自如霄 他自己调的像人家霄的一样 不是你霄的吧 我以后可以说到 哎呀 你有点自如霄了 是不是 这个是这个脱发的高情上说法 你自如霄 好 接下来这首啊 我本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赵沟渠 王公子快 爱 呃 杨公子 杨公子 帅 我本江心向明月 我本来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所以你选哪个 所以我选爱评 后来 爱评 选后来 后来 这个就是什么 真心错付 所以后来 我们才知道了 如何去爱 后来一定是对应一首比较苦的诗 现在还有两道题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赴来 罗公子 天生我才必有用 表达的就是一个自信的人生态度 所以呢 正确的题目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爱拼才会赢 哎 我们两个答案一起公布啊 还有一道题 请听 三更灯火五更机 正是男儿读书时 请抢答 陈公子快 无名之辈时 这正是无名之辈的时候写的一句是 无名之辈 那这一个就是 爱拼才会赢 非常遗憾 罗公子和陈公子没有回答正确 我当时就想说 其实那前面一个适合无名之辈 他指的是要努力的读书 年少时就要发愤 实际上说的是爱拼才会赢 加赛一题 请听题 我从李白的古风给大家出一连 眉目艳角月 一笑 清成欢 三二一 请抢答 余公子快 其实这就是沧海医生笑今夜不回家的感觉 那不是吗 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他陪伴着月亮 自己长得很漂亮 艳角月 清成欢 歌是啥 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是这个呀 我被余公子的答案震住了 好 杨公子 爱笑的眼睛 爱笑的眼睛 恭喜杨公子回答正确 恭喜杨公子 可以 我这个纯粹属于简陋了 所以我们古人的诗是高度凝练的语言 它兼具着美感 其实也是古人表达心情的一种方式 看一看美景啦 表达一下心情啦 吐槽一下自己的小状态了 就是古人的诗词朋友圈 我们多读诗感受诗的美感 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表达 同时呢 诸位也经过了我们今天的培训 可以获得我们的雅极简帖 可以走向下一站了 恭喜各位 好 去吧 杨公子 谢谢老师 看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 哦 青山布庄 盛庄出席 风飘衣长 曼青阳 翩翩江南 君子色 要去换衣服了是不是 就换你们这种 这么爆热的服装 走吧 青山布庄 走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要去更衣了 哎呀 刚才玩那个游戏都有点累了 我都现在有点饿 因为废脑子 那你跟我来几个 有惊喜 华莱士 哇 这个好像是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包装 这上面都是一些有名的古代诗词 这上面是王阳明的传席录 我来尝一下这个炸串 哇 真有中国味 别看了 快吃吧 来吧 嗯 少小离家老大回 这是谁的诗来着 贺之章 他就是少新人 所以他84岁 告老还乡 还的是这里 萧山 萧山那边对吧 很近了 很近了 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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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走着 走走走 不着了不着了 火 哎 您好 您好 各位客观 今日到访 预选购何种服饰 何种服饰 这是我们派出我们的潮流之星 杨迪 来 好多衣服可供挑选 这里有各种文人服饰可供大家挑选 大家可以自行搭配 文人骚客 因为劳动人民他穿的衣服要便于劳动 他肯定是很精短 是短大 老师这个叫什么 大秀 就有宽袍大秀的 宽袍大秀 这个衫袍 老板您这么一看 觉得我们当中 谁最具有文人风范 自然是您了 这是我们的学长陈明老师 老板娘 我只想选一件 就是相对来说最凉快的 我看一下材质 一看这种麻布的我就不敢不透气 问一下哪件衣服吸汗啊 这都是劲啊 不是我要吸汗了 还怕吸汗 吸汗 上一趴还没有 太害过 来吧 咱们挑起来 老板娘我要这件 因为这件里边吧 你摸摸摸看 这里边 凉 杨迪是看上了这身是不是 因为他里面摸着凉快 反正 上身试试呗 对可以上身试的 东晋的服装就是广袖宽袍 就当时点击里期待说 一袖之大可财为二 一居之长可分为两 我还能驾驭这衣服 非常能驾驭 非常适合你 这个如果在外面风一吹 这叫仙媚飘飘 这在过去叫媚 媚 就这个袖子 所谓的仙媚飘飘 就连媚成衣指的就是这个袖子 连媚成衣 你们赶紧也选一个你们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短 我选这个吧 短款 那我就选这个了 紫衣挑选了吗 没选好 我给你选一个 迪哥 我找到了这个 你帮我选这个吧 这个吗 那你就这个吧 你这么喜欢 这个吧 你可以专业的 必须专业 这绝对是正确的穿法 衣服选好之后 大家还可以继续选配饰 这个配饰有讲究吗 古人讲古之君子必配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所以说选择一块玉配来进行搭配 审美可以 那就是说可以吧 眼睛之笔 你选一个跟你这个比较颜色类似的 这个怎么样 还是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酷一点 好 这个酷太酷了 那我就 我看待会颜色就它 选一个喜欢的 对 绿配蓝 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给一副熏香 还有熏香 怎么讲 古人熏香呢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 熏衣叫干香方 就直接的用香囊 或者说是香烟来进行熏制 那么还有一种叫湿香方 湿香方 其实它对于香气的留存度是更 持久 更牢固 更持久的 这个我也知道一个小知识点 请讲 古人非常之潮流 他们的熏香时长非常的长 大概多久了 基本时长长达八个小时 比如说我第二天我有什么场景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它会有相应的一个搭配 然后再提前一天 挑选它整个第二天的look 现在是大暑时节 老板娘 我们这个衣服它是夏天的服装吗 穿着确实觉得有些闷热 大家觉得很热的话 我们那有扇子 美剑的文人是非常喜欢 用扇子来体现自己的雅致的情绪 我觉得还是我们现代人比较幸福 是 因为在大树世纪 还能喝上这百有青竹口味的百式太气 是 这是不光有竹子的清香 嗯 柚子的清新 还有可乐的酷爽 这一口喝下去 绝了 太爱这个青竹味道了 谢谢 谢谢 哇 让我们一起逢好食 饮太气 赏国风 干一杯吧 嗯 夏天的味道 把香炉端上来吧 大家在每一件自己选的衣服下面放一个香炉 好的 这个香炉已经都点好了 点好了慢点 放在衣服的下面 熏香 大家熏香的时候呢 把这个衣服在这个衣架上套好 然后把它给围合起来 围合起来 让这个香炉呢 藏在上面 让这个香烟冒出来的时候 是冒在衣服里面的 敢说不说 古人穿下衣服不容易啊 未见的文人啊 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是很高的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生活上的细节 都是很讲究的 写好了 我们就开始穿上吧 好 来吧 勒 我腰非常细 可以了 我是最细的男艺人的腰 最细的男艺人的腰 你这个 杨迪 你还说你的腰兽 你看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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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马蜂腰啊 怎么那么细 写我们衣服已经换好了 那么大家写好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评选出一位最佳搭配 天呐 然后送出一份锦囊 老师 你选出最佳穿搭以及最差穿搭 这个好 干嘛要选一个 最差 让大家有改进的机会嘛 我们就先选最佳穿搭吧 先选最佳穿搭 最有慰藉民事风范的 老师 出汗了老师 老师没事 老师喝口水 这个对我们的人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奖项 老师大胆的评判 没事 最佳穿搭结合上每个人个人的气质 与衣服的这种匹配度 我把锦囊送给陈明 实至名归啊 有理了有理了 服装穿搭非常的有贴切当时的一个风貌 因为袖子宽 再加上工整 宽袍大袖 腰带玉配 尤其是这种飘飘的飘带 而且陈明很白 你们发现 哎哎哎 用的是什么色号 最近的这个名士是非常在乎自己的肤色是否白皙的 真的吗 所以以白取胜吗 是啊 干脉下风好像不太行 嗯 不太行 我怎么了吗 我 那么穿完衣服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选择随剑 来 请 魏晋时期的文人呢 喜欢手持一个随剑 竹子呢自古也是象征君子之质 大家呢就在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随便选择一件竹制品 那我就拿个竹剑吧 我就这个吧 这儿还有竹笔可以选择 来竹笔你要不要选择 好嘞 竹笔 嗯 这个竹叶很好 哎呦 你这个厉害啊 这是竹节 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轻竹该不会是我们太气白佑轻竹里的轻竹吧 是啊 哥 对 就是这个轻竹 哎 你选的这个以竹明智是名在何处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竹的那个气质 哦 我这儿不光有竹的元素还有竹的味道 哇 竹的清香真的是满分呈现 哎 恩太兄是竹简 我觉得气质合适 我们一起合影留下这一刻 简体一份 大家可以前往下一站了 下一站的线 我们看看下一站去哪里了 就在此处了 看看 蓝亭十四 愉快四肢唇皆慢吃 人间有味是清欢 那我们就出发了 感谢 感谢老师的陪伴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出发了 走 是这边吗 跟你走团长 哇 这里也不错哎 漂亮 哎呦 书胜故里 这书法写得有点恩太老师的意思了 我写不出这一字 这是标准的行书 来 过来 这儿进 哇 吃饭了 已经闻到淡淡的香味了 学长 刚刚老师说 我们当时的规矩是贵作 我马上说 那个时代晋朝 听说是可以抱腿做的 有人说是什么 腿贵作的时间酸软之后 抱膝加以休息 抱膝坐一会儿 但是标准坐姿可能是贵作 我们先试试吧 我们试试贵作 先试试 来来来来 我们经历一下 我走过来路上已酸软 你就是太容易酸软了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店有一个招牌菜 就是叫王羲之套餐 这里面包含了三道菜 其中一道就是果炸 还有两道 一道是牛心炙 还有一道是胡饼 除了这三道菜 还有两道也想推荐给大家 还有两道菜 一道就是金鸡鱼块 还有一个就是陈菜鲁鱼羹 这两个有名 好 我就先去给大家上菜了 没问题 老师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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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腿都还舒服的 我们不是看老师走了都后走了 我们现在换一下 我们到夕而坐 我早换姿势了 这坐姿也是体力活 真的是 已经来了 哪个称之为金鸡 哪个称之为玉块 玉块就是像玉一样的生鱼片 金鸡 金色的粉末 想必就是旁边的这一道 它是把那个鸟鱼 把它给大家切片了 就是这个块的话 就古代生鱼片的意思 然后金鸡的话 它是出自于提名要素的 还有这种调料 用八种材料制成的 我们自己试一下这个调料 我们能不能猜出来是哪些东西 我吃到那种酸酸的 八种 有青梅吗 有 好厉害 因为那个酸劲很猛 然后上面有桂花 桂花 有橘子汁 橘子汁有 树米 对 有金米 金米 然后还有栗子 然后还有蒜和姜 好吃 确实好吃 来 这个果炸来了 果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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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荷叶垫底 然后用着花瓣 摆盘很优美 这个果炸的话就是王羲之的果炸铁 果炸铁里面讲的就是分享果炸的故事 它这个就是米粉和酒糟之类的材料 然后腌制 然后再裹上和叶 然后去蒸 所以仔细品的话是有核花的清香的 但是我发现它有一个特点是 的确是夹的时候容易碎 所以你刚刚陈明拿着花瓣一起 哦 花瓣是为了怕它碎了 当然 啊 一个成器 一个成句 你看恩太大哥这么一拿 是不是 拈花一笑 嗯 古人 是真正的色香味意形容 对 嗯 牛心智 对 这是牛心智 你坐吧 坐吧 没事 我边上我就好刀 这就是 而且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做的都很精致 很像很多创意餐厅会友的味道 对 这道菜也是跟王羲之有关 王羲之他小的时候就比较 性格比较内向啊 不善言辞 是 所以很多人觉得他平平无奇 是 然后他十三岁的时候 他就到一个长辈家 这长辈是一个得到望重的长辈 叫周颖 那个长辈一看他 就觉得他是个人才 觉得未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然后饭桌上的话 上那个牛心智 就别的人还没有吃 就切了一块给王羲之吃 表达对他的喜爱 因为牛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 哦 重要 很少能吃得到 所以牛心智也是非常贵重的食物 我们前两天就去了一次这个宁海 有一个叫石头村 明朝就传下来的古村落 还保留得很好 房子一套套建在一起之后 石头屋啊 有人跟我说 这边呢是牛住的 这边是人住的 但有一个特点 人住的和牛住的是一样的 人牛是平等 人牛平等 所以如果吃牛肉都不说了 你要能吃到牛心 说明那户人家对王羲之特别喜爱 哦 胡饼到了 这道菜很像咱们新疆的那个囊 囊 因为胡饼本来就是自西域而来 体力不好的时候吃这个 胡饼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这个 古代军队长途拔寿作战的事 是的 因为它干不会坏 但是我发现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相信王羲之的牙口一定非常好 的确很硬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个坦腹吃胡饼了 嚼这个谁能不热呢 那你听一个胡饼胡饼吗 它的确当年不是咱中原的 就从外面过来 胡萝卜 胡椒 但其实说实话 我原以为这些味道呢 因为年代的久远 可能并不是那么去符合 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口味 但没想到其实 因为它是一脉相承 没错 所以依然是灵魂所在 对 春菜芦仪庚 这就是像茶叶那种 这个春菜就是我们春菜羹里的春菜啊 这个很清淡 而且好吸收 是的 做现在的健身餐 都完全没有任何的 你喜欢这个东西 太喜欢了 大家九族饭堡 不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小游戏 蛋棋 蛋棋 嗨 玩乐即来 我们两方 一方有六字 需要用手将对方的蛋棋积下去 哎呦 一个干掉了两个 不好意思了 这么厉害 也可以占滑石粉来改善摩擦力 最后要想办法 对方的棋子全都落下 自己的有保留 对吧 我刚才傻了 我看出来了 对 这个游戏的关键叫大力出奇迹 哇 哇 赛点赛点 哦 这个很考验你的准头了 但是你刚刚那一下还是很厉害 已经换了三个 怎么样 大力出奇迹 我看到了 来吧 我来试试 有点难啊 这不是 这不是放水是什么呢 来吧来吧 这游戏懂了 能不能有惩罚啊 惩罚有啊 说的人就是弹这个脑瓜崩一下 好呀 你反正都是弹嘛 可以 这样的话我就更有斗志了 来吧 放个狠话的一个 我会让你的额头多出一块 反弹 来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好 你先来 我先弹 eddy哥 哎 说 你脸确实应该挡好 哎 我觉得 哇 一换四 关键是很讨厌的是他还没掉 你这下想打条他几个吗 我就剩俩了 有可能还能打着超过四个吗 我觉得有可能 最后只留一个 我有点害怕 我怕他 哎呀还是不错 但是自己的 自己飞了 迪哥 抱歉 你可以结束了 我帮他 你还要打 我就打这一颗 脚不好 脚不好 就是自己的子不能掉 你看 我说不一定好打 很难打 后面 前面都是盲打 但知道我还可以留一颗 因为我两个是两个方向 下去了 你再下去了 弹中一个定中 走 走了 走啊 走啊 直哪打哪啊 天哪 厉害厉害 可以啊 你自己摆回去 选个垫让他打 你要摆一个垫 干嘛呢 这个容易倒 朋友 可以 漂亮 我觉得你在这会好一些 因为他有可能在中间就滑下去 对 让他冒险 好了哈 摆好了哈 那我换个籽 我换个我的籽 太狠了 不行不行 我要进决赛 那你还是落了后手了 不好意思 我觉得不用平局了 不用平局了 来 其实有时候力气大 不一定他会下去 平了 平了 打平了 那就先看看接下来人的情况了 这个还真有点难啊 难分胜负 石头剪刀布 好 好嘞 切了 哇 好 掉了四个 反而留下来了 还留下来了 好嘞 你这是你练过的吧 我没练过 你是第一次碰 真的吗 你上次拿毛笔也说第一次碰 结果写了那几个字 我的天 真的点在哪 就是这个游戏最重要的首先是 先手 先手 先手很重要 所以这个游戏本质是一个石头剪子布的游戏 来 开中 你不会吧 就是说准是真的准 咱就说其实要打成这样 也是不容易的 很难很难很容易的 你赢了 对 因为我打不出来 对 你只打掉一个 还能把自己的也打出去 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来 你还有机会 不是 这就是竞技游戏 这总是充满变形素 冬你 刚才是设计 高光时刻 把四个打飞 但是自己要留下 你每次都打一个 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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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反正是必接受惩罚的了 这样吧 好不好 你眼睛闭上 我们仨同时弹 只有一个人弹 才是谁弹的 没猜中再弹一轮 漂亮 优秀 这样行吗 该说不是何止行吗 而且坐这来 你只有两下 就把自己所有的全部弹掉 挺不容易的 来准备 一 二 三 余老师 完了 好猜错了 猜错了 不是我谈的 不是他谈的 我真猜错了 我作证 绝对 所以就说我提前如果我猜对了 我能获得的是什么呢 就结束了 你的惩罚就结束了 哥这个惩罚你还获得的什么 不是奖励 来 准备 三 二 一 谁 这次是谁 又是 我是吗 你确不确定 我确定 哎 他还真对了 怎么 这个弹琪的游戏我太喜欢了 我这个猜对了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这次是什么 白石太气客栈 这个太棒了 哇 还有各种小吃 一看这客栈就觉得凉快 各位客观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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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圣友来到小店 小店真是蓬地生辉 那天气这么热 各位来到小店 小店当然要帮大家凉快凉快了 我不知道各位圣友 平时读不读咱们的诗词呢 有读的 你别考啊 我们读但你别考啊 有一句说 手红冰碗藕 藕碗冰红手 就是一句很著名的回文词 这首词的名字叫 菩萨蛮回文夏归院 是写于夏天的 所以说明什么呢 说明古人是有冰的 我们有关于制冰藏冰的记载 早在西周的时候就有文字记载了 2005年 我们还在拍五零外传 有一个背阴的地方 不像阳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那块冰特别硬特别厚 到了五一长假 都还没喝完 大自然露天的地方 那块冰才最后消掉 所以是可行的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今天就有一个保存冰的钢 冰钢 冰钢 对 这个水果比冰更有故事 这是来琴清理和樱桃 来来来我们传阅 我拿一个这个 这个是来琴是吧 对 不是苹果吗 这不就是苹果吗 来琴就是一种类似于苹果 但不是苹果的水果 它的果肉非常的软 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 就叫沙果 沙果 对 来琴清理和樱桃是有典故的 略文奇想 因为王西施的《楷书明帖》 《来琴帖》里面就写到了 清理 来琴 樱桃 日给藤 今天大家还在临摹的《来琴帖》 就提到了这个著名的果子 我们现在的很多便利的生活 也是从我们的祖先 从我们民族的 这一代一代智慧的结晶 代代传承下来的 传承下来的 希望大家享受这些冰果 感谢谢老师 感谢 说一个我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大自然 普罗大众 都是可以随时享用的 你看我是江西南昌人 我住在郊区 我们从小用的是井水 你看那个井水 还不是说我去井里打水 我们住在这个四层楼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自来水 但它通的是井水 冬天的时候那个井水是热的 夏天的时候井水是冰的 我经常记得我们家室温夜里是40度 但是如果是打开的是凉水 就冰凉凉的 冰凉凉的撒在地上 反正我们家有这个习惯 确实 很热的天的时候 我夜里去撒点水 它就凉了 然后四川那边 都江燕的那个山溅之中 那个溪水是最凉快的 很多人的麻将馆 就修在那种地方 麻将桌直接支在那个小溪之中 搓着搓着有的时候 脚还要拿起来一会儿 因为凉的受不了 冰不了那么久 嗯 老武汉从来就不在房间里避暑 全在楼顶上 一栋楼到了晚上 吃完晚饭全上去了 然后楼顶全都是江峰嘛 没错 在江边有那个江峰 然后街坊邻居在上面欢跑嬉闹 所有的小朋友们 全部在那里闹啊跑啊 看月亮 然后老人就在那摇蒲扇 那个江峰其实到了晚上是很凉耍 你发现什么 是我们一代人的纳粮的记忆 哎 你们发现所有人 当我们跟自然特别近距离相处的时候 好像热就遥远了 而且我觉得就哪怕是 现在的这种快捷的现代生活 避暑啊 以及平时生活当中 最大的乐趣 依然可以是回归山营 对 露营嘛 现在大家露营去避暑 所以我会感受到 为什么田园派的诗 那么向往田园生活 对 它远离了 远离了更多现实生活当中的 其他的情绪 是的 你看自己的注意力变得专注 变得皈依 同样也是现在社会非常珍惜 非常宝贵的一部分 是的 是的 其实不同的历史朝代的文人 在跟自然界的距离当中 也是有远有近 但只有我们魏晋南北朝 西晋东晋 真的是走入到自然当中 回归的 新性的 扣问我们本心本性 哎 你们玩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今天一天 吃的我确实想想不到 虽然说口味跟今天的略有不同 但是能够感受到今天的我们的家乡菜 本地的特色菜 依然是源自于那个时代的 一代一代的传长 我觉得这离他们其实挺近的 但是给我一个体会就是 他们的生活还原于自然 而且蛮慢的 我非常感谢这种沉浸式体验 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 把他走过的路走一遍 把他吃过的菜吃一遍 把他玩到游戏全玩一遍 那些特别伟大的名字和人 没有那么远了 就我之前的 然后你等下我跟我说李白 王羲之 就高山羊旨 都是书本中的 就是你不可能够得着 故事中的 就是先世的 我知道他大概有多高 我知道他平时穿什么衣服 他每天也得熏香 他出去的时候 我跟朋友也要怎么闲聊 他吃的是什么 吃的这些水果是怎么用冰 冰又是从哪里来 他就是在这种生活细节当中去感受 去浸润 去陶冶 最后在那一瞬间 那些千古华章他就出现了 那些华章一下我就感觉离我们很近 更真实 而且他们足够璀璨 然后我们又近距离的有机会 能够去触碰的话 能去观察的话 会坚信有一点 就是他们成为了我们 揭目可摧的那种最伟大的榜样 只要去观察生活 热爱生活 对这个时代充满信心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批不同时代 奋发崛起的艺术家 在不停地创造 归根到底 劳动人民就是在不停地创造 碰一杯碰一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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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碰上一杯开心的夜晚 那就晚安了朋友们 晚安 我们早早休息 我们要赴蓝屏雅集 收工 蛾是王羲之的书法老师 灵感源泉 选外是这样吗 钻住空笔的同时啊 一定要把字样切好 送之回家 钻住空笔的同时啊 一定要把字样切好 送之回家 拿拿拿拿拿拿 时间到 就这个 破解奇闻呢 emoji的图片 惠于快鸡山鹰之蓝亭 我要要要要 来感觉一下魏晋版的调酒 体现自己的个性 加一点鱼心草 哈哈哈哈 要重现这一盛景 吃水流伤 更多精彩资讯 静在希望娱乐 中国终于希望终于 希望终于 哈哈哈哈